This is the Voice of America.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. 军队镇压学生的民主运动的报道,以及世界其他各地发生的大事。 中国军队星期天早上冲进了天安门广场,开枪扫射,挥舞刺刀,并且释放催泪瓦斯,驱散了示威群众,据估计至少打死了一千多人。 军队指挥人员声称,占领广场是初步胜利,要求属下部队战斗到底。 星期一,北京又听到了枪声,天安门广场附近的街道也发生了冲突,广场上到处都是血击,四周散步着烧毁的公共汽车和坦克车的残骸。 这都是星期天一早军队展开血腥镇压手段留下来的残疾。 一些亲眼看见的人说,一个青年人勇敢地冲过去,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坦克车,在天军一发之际让别人拉了回来。 中国各地居民到处搜寻香港的报纸,希望了解事件的经过。 上海,广州,南京,长沙,天津,以及其他城市都发动了抗议示威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